身为华人 在现代化进程中 不少人总存有 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迷思 因而一窝蜂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原有的优良传统文化精华 虽逐渐被冷落淡忘 这是疏为可惜的 别忘了外国月亮固然迷人 自家明月却更为美丽 中国式管理大师曾世强教授 在演讲中 不断透过其精准独到的慧眼 入情入礼的剖析 让我们擦亮眼睛 重新见识到咱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历久迷心的深远价值 再度换回 身为一个华人的尊严跟骄傲 拥有英国莱特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曾教授 虽然深受西方教育的洗礼 却能不忘本 且更殊胜可贵的 在知己知彼 学贯中西的学士背景下 反而更能结长补短 让我们真正能学到东西方文化各自的优点 并且避免其流弊 但是我用传统来解决人类当今与未来的问题 我们讲国子瑜 如果只讲他很会打仗 只讲他立功 只讲他怎么样怎么样 那都不叫文化 真正的文化就是说 历代那么多武将 为什么只有他做到这四个字 叫做富贵受考 富贵受考就是福禄寿三权 那三个字对我们来讲 好像总觉得表达都不美 所以加上一个考字 富贵大家都很清楚 受考就是长寿的意思 用今天的话来讲叫做长命百岁 你说郭子瑜只活了八十五岁 怎么叫做长命百岁呢 这就是中国人了不起的地方 我们讲百岁 它是有弹性的 就从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 都叫长命百岁 我这个观念 大家真的要好好放在脑海里面 因为你从八十岁以后 你的心情就应该改变 改变什么 活一天就是多赚到一天 你用这样的心情 你就活得很快乐 老实讲 从八十到一百二 这四十年当中 你什么时候走最好 对你最有利 你自己不知道 老天很清楚 你的祖先很清楚 他一看你现在走比较好 他就叫你走了 这种心情 才真的是一个老人家 怎么样来生活得很自在的 一个基本的原则 郭子瑜全都做到了 我们要把它分成四段来看 第一段叫做无妄卦 《易经》里面有个无妄卦 是被很多人误解的 它是代言人 他一生受的无妄之灾 他怎么样去化解 这个智慧是非常难得的 第二个 他怎么能感动天下 就是靠这两个字 叫忠诚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 但是他这个了不起 巧用兵法来处事 一般武将 都是十几岁 二十几岁 就表现得很好 郭子瑜 到快六十岁了 才有打仗的机会 老讲他很可能 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表现 我用幸好这两个字 不巧巧不操当我不知道 幸好有安禄山叛变 他才有机会 不然完了 所以一件事情从两边看 不见得谁对谁错 这就是闽南话 一句很有学问的话叫做 谁在你讲 看你怎么讲 罗马以赛 这不是打麻胡言 这是真正看得很透彻的人 他才知道 不同的立场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一生忍辱 难免引起争议 因为别人会觉得 你太软弱了 你这样也忍受下去 你看奸致险险害他 到不择手段的地步 就是挖他的祖坟 老家一个人 什么都可以忍 祖坟被挖掉也忍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还有很多 值得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接着告诉我们 人是为自己活 不是为别人活 我们是从别人里面来调整自己 千万记住 别人都是我们的禁止 我们调整到什么地步 调整到心安理得 问心无愧 然后你就可以不必管 外界所有的反应 皇帝再大 也有背后的话 这句话明南话讲得很清楚 风地大大 麻烦 咖嗔嗔的味 就是背后的话也很多 没有关系 欲君一共有六十四个卦 其实你把每个卦都读通了以后 哪里什么事情都知道 用不着读那么多书 第二十五卦 叫做无望卦 大家一听到无望 马上想到什么 想到无望之灾 其实这是传错的 无望就是没有望念 没有望念 一个人没有那种奇奇怪怪的想法 没有那种不正当的想法 无望是很难得的修养 无望之事 其实就是太平盛事 大家有没有想到 我们台湾也曾经有太平盛事 我们不要讲以前 我们讲经过现身 台湾最有钱的时候 问题就是很多人动歪脑筋 要这样 要那样 我都请问各位 为什么太平盛事 动歪脑筋的人特别多 你要从一句话来想 叫做乱世处忠臣 天下大乱的时候 大家知道皇帝不好当 所以我不要当 我就忠心对他就好了 太平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皇帝很愉快 那我怎么让他当 我也可以来当 你从这个角度去想 你就知道 为什么 安乐的时代 其实蛮危险的 就是很容易引发你的邪念 你看公司发展得很好的时候 大家都想强当总经理 总经理就很危险 所以总经理经常要 放出一切恐怖的 哦 没那么多 他就坐稳了 哦 这个很危险了 他就坐稳了 你去看好了 像这些事情 是外国人很难地去体会到的 因为中国人他的思想 他是拐弯的 不是走直线的 西方人是走直线的 中国人 整条头脚都弯弯弯弯弯弯弯的 这个非常厉害 你看五万瓜上面是天 这三条阳的就是天 因为天上什么都没有 就是能量而已 阳就是能量 各位有没有发现 天上什么都没有 只有云 雾 雨 水 没有任何物质 天上有任何物质 它一定掉下来 一定掉下来 就糟糕了 就会打死人 就会毁坏事物 下面是雷 当天下打雷的时候 我们都会自己默默地反省 我有没有做错事 说是想要打死我的 如果你说没有啊 我没有这种想法 那你就更糟糕了 那就经常会被雷打死的 然后让老天经常会 对人类发出一些警讯 叫你去反省 叫你去调整 这个叫做 上天有好生之德 到现在还是这样 只是大家不了解 你看中华队棒球赛 为什么明明可以赢日本 我们的技术不比他差 所以你如果看到 我们输给他是因为 我们技术输给他 那你是太不懂得棒球的 我们输给他的是教育 而不是技术 论技术我们不会比他差 但是论教育 你看我们只有个人 我们没有集体 我们团体的输赢 跟我们无关 日本人那一输啊一失败 他整个人都在那折自己 都是我不对 都是我不对 中文一来输赢 输赢 这种差别就在这里 这才是会看事情的人 我们如果教育不好好改革 我们是越来越糟糕 但是教育改革 不能寄忘那些教改人士 因为那些人跟我讲的一样 他是不懂教改 才会去搞教改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我们请不要去 我会把这个人都在独华 They're part of the 我也贴